各位同學 現在先為大家解釋一下節奏系統 以及標記方法 而這一邊就是一些西樂的節奏方法 而這一邊就是一些中樂的標記方法 首先為大家解釋一下西樂這一邊 他們其實都有不同的音符和不同的名稱 而最高的這個叫全音符 whole note 這個叫二分音符 half note 這個叫四分音符 四分音符 八分音符 八分音符 十六分音符 六分音符 六分音符 其實為什麼他們會有這個名稱 或者為什麼他們會叫二分音符 四分音符 八分音符 其實原因就是 他們全部都是用全音符做一個單位 而二分音符正正就是一個全音符 分為各自一半 每邊是兩部分 而四分音符就是用全音符分為四分 所以就稱之為四分音符 而每一個就是一拍 而八分音符一模一樣 都是用全音符分為八分 所以每一個的時值大概是半拍 而十六分音符就是把一個全音符分為十六分 每一個就大概是四分之一拍 那一拍就 那些是四分音符分為十六分之一